在新加坡其实比较开放 但我不知道台湾 就是新加坡比较开放 其实我们可以同时间 跟好几个对象曖昧 那你们真的比较开放 你可以 因为曖昧 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 没有讲好在一起 那我可以曖昧好几个 我最终在选 行为都像在一起 行为都像在一起 行为都可以相在一起 那你会写说 I miss you 或是宝宝 这个不行 他都叫你宝宝 宝宝 可是真的很多人会这样曖昧 所以我自己也有遇过这样 就是很多 你自己也是这样 你有很多没有 不是 我遇到也有 少来 赵雪有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看就是有这种人 所以我对 我对曖昧的印象也很差 我讲到大家不是都会说 爱在曖昧不明时最美丽吗 我跟你说 那是因为你没遇到玩卡古 像我之前就有一个 曖昧对象 然后当时也是就是 哇 跟我互动很好 我只要在线东一PO说我睡不着 马上打给我 陪我聊天到天亮 甚至是可能就是担心我 可能例如说生理期 不舒服 然后就是会 送东西 送那个红豆汤干嘛 就很关心许晗问 然后也会说我想你啊 然后你在干嘛 你想我吗什么的 但有一天 我就被封锁 然后我被封锁得莫名其妙 然后想说怎么突然间消失了 我们前一天还一起去看电影 而且还牵我的手 我这想法就是 在一起 我就觉得说我们只猜个口头的 那个承诺而已了 但我怎么就被封锁了 我整个完全不明所以矣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该不会是韩剧里演的 她得了癌症 她不为我 我是在这 我跟你说 因为我都会觉得 一定是有苦衷 所以她才会突然间消失 所以我当时很担心 我就开始一直去问 我们中间的共同朋友说 有没有人知道她怎么了 会不会是发生什么事情 她要结婚 她要跟另外一个对象要结婚 没有 我觉得你被封锁 我一定是被她的另外一半封锁你 对 因为她一定是发现 接下来剧情就是 你可能半夜会 听到一个婆妇打电话来 然后大骂你 别人打电话来找我看 别人干什么东西 对 怎么勾引我男朋友 之类的 对 很难吧 所以我被封锁还是好事 没有接到这种电话 对 没有接到电话 可是像我蛮喜欢暧昧的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 是在当下的一个感觉 就像是她做什么事情 你就会觉得好可爱 就是 因为对她有幻想 像我之前有一个暧昧的人 然后我跟她家住蛮近的 然后我出门上班 就是工作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都会遇到她 然后我想说天哪 也太巧合了吧 是我后来去她家烤肉 才发现她们家有那个 监视器 就是有可以看到 经过她们家的那个监视器 才知道她都会看到我 经过监视器 然后才出来 就陪我走那一段路 她特别看到监视器才对 对 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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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酷的 监视器前面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太有耐心了吧 就是看这个监视器等我出来 吃汗 吃汗 那还好她是长得帅 她如果长得猥亵的话 那就是变态 对 你就说她是变态的 那时候就是在 而且暧昧就这样感觉 交往后还会在你手机 装那什么监控 监控的 对 你们后来有在一起吗 没有 但我就觉得暧昧是乐在其中 虽然暧昧有时候真的很浪漫 但是我也觉得她很累 因为有时候 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然后如果你发太多讯息 你会觉得说 我会不会太黏了 或是如果她没有及时回我 会不会觉得她是不是对我没有兴趣 就是你要猜测对方的心情 我觉得很累 有一个之前追的一个女生 然后她在上班 或者是她生病 我都会送药 然后接她上下班 都在暧昧期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比较稳定了 所以我要跟她确认身份的时候 她就说 她忘不了她的前男友 我觉得暧昧很累 都是忘不了前男友 因为你永远不懂她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忘不了前男友 就是有暧昧的人 她不会明确的拒绝对你 她给你机会 但又不给你承诺 但是她又很想要跟你发很多讯息 所以她一直有回你 一直回你这样子 都会回你 但是到要确认那个 就说要不要在一起 对 就因为会回避 有的时候是不敢确认 我那个22岁那一年 遇到一个 那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我实在爱她爱到无法自拔 但是我觉得我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她身边一堆帅哥 所以也奇怪 我骑台那摩托车 我只是试探性 我说我带你回去好不好 她还跟我说好 接着我跟她去逛私营夜市 她也愿意 对不对 对啊 都愿意 可是她总是有一些小动作 让我会退缩 比方说我们在那边买水果 然后有一台车过来 那我想说我测试看看 我就稍微碰她的荒牵 要闪那个车 可是她好像被电到 可是我觉得不是好的电 她还好 好像我崩开 他竟然挺气 我觉得你要碰到她了 先猪爽的感觉 对 好 那又过没几天 我就问她要不要去 富极渔港吃海鲜 她也要哦 她其实就是肚子饿吧 但是她不然 对 去年是富极渔港 肚子饿 她也不早跟我去富极渔港吧 其实本来最想吃海鲜的地方 在毕业之前曾经有一次 我跟她之间最接近的一次 她要跟我借笔记 我还记得 那这是永远的夜晚 外面下大雨 然后我全身淋湿了 然后她的眉打开 眉打开 铺鼻的天然的那个体箱 像你那样 还直接 注意他一下 好 就在门口 我把笔记本给她 她说 那你不进来一下吗 其实我就应该进去 我如果像注意某种人 可能进去然后就 铺就摔倒 对 就直接给她 我指引一下 我反而讲反话 没有…我很忙 其实我哪有很忙 没有啊 但是我就不晓得搞什么 会讲这种话 然后我骑着摩托车 雨越下越大 我想说 刚刚我在干什么 真的分不清是雨 还是累的 重生遗憾 她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 不断的 好啦 好痛喔 那你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 六年选 我五十岁那年 我五十岁她也五十岁嘛 她也没嫁人 我都有老婆 有小孩了 然后 我们意外在一间火锅店呢 就遇上了 那个见面聊天 她越聊越开心 她终于开口了 说那一次后 她说 她讲到二十八年前 你看这个相当电影剧情 二十八年前 这个是认真的故事 对啊 太浪漫了 她问我二十八年前 为什么不愿意进去 好浪漫 进一步 我说 你讲这样我就正想问你了 那你到底 当时都有的感觉是怎么样 对 她说当然是爱你啊 如果不爱你我神奇病 我干嘛跟你去附近浴港 那你又跟她说 为什么我碰你的时候 你像电道一样 有时候是这样啊 她就是 矜持 矜持嘛 或者是她会不会觉得 幸福来得太突然 怕到 总之就这样子 很浪漫耶 她现在都没有小孩 没结婚吗 她现在也是很漂亮吗 她还是 就是美魔女那种类型 但是我那次火锅店 重逢以后 就没再跟她联络 我怕我自己会越陷越深 快晕喘 不行啦 你不能越陷越深 所以往后的时光 每当有感叹 我就会想起那一晚的闲光 OK 可以 可以剪掉 可以剪掉 郭忠生 好了啦 好了 下一题来 交往的过程中 哪种行为会感觉对方 是挖化了呢 挖化 OK 有一段对象很常约我去看 午夜场电影 然后五次有三次 还会直接在现场睡着 重点是还会打呼 超级丢脸的那一种 久了之后真的直接 之前我有一个暧昧对象 有一天她下班上回家 然后我在车上想要亲我 可是当她慢慢靠近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居然有口臭 当下我真的是无法抄解的耶 然后我就立马下车回家 最后呢我就慢慢地疏远她了 交往中或曖昧期 我觉得AA制很正常 但之前有一个曖昧对象 跟我AA三块钱 連三块钱都要AA 我想说 有事吗 这个挖化是日本流行人 过来的观点 但我一开始还不知道 什么叫挖化 青蛙变王子 那总是好事先苦后干 那现在的状况是呢 本来 那是她觉得她是王子 然后越交往 越看她越不顺眼 然后就变青蛙 这挖化 刚VCR的时候提到AA制 我觉得AA制 我觉得好可以接受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说 好AA制男女平等 我觉得这个OK 但是我觉得那种 A的太彻底的 你就会感觉到 这男生好像很爱计较 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男生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玩 我发现他就是会有点 小小的占你便宜 比如说呢 我们去买东西 要装店 或者是去便利商店 要付钱 然后我的东西选好了 我要拿过去付钱的时候 在我镇压付的时候 她就把她刚刚选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柜台上 她就说 一起结 我就说好 那就一起结 所以我就帮她把她的东西 一起结完了 结完之后呢 她就拿了她的东西 她还不拿我的 就把她的东西拿一拿 就走 这哪算暧昧啊 她只是叫你负责做事情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就是怎么会这样子 我就觉得好像蛮扣分的 我们要回来在机场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就把身上的现金 想说都花得差不多了 在机场的时候 我就看我的皮包里面 剩下一千块日币 然后我想说肚子有点餓 我就看拉面 大概一千块 我就想说那我点拉面好了 结果呢 你知道她在旁边跟我讲什么吗 她说 那你怎么点一千块日币啊 我们应该一个人点五百块的东西 这样子比较合理吧 那我就想说 是我的 是你把它出很合理的意思 不是 是我的现金耶 我就说 可是我就是想要吃拉面 我想你不让我点 她说这样不公平 我们要一个人点五百 我就说 好 那你点好不好 可以刷卡 我就觉得这个行为 就是让我对这个人 瞬间就有点冷掉 不OK啦 羽毛 像我自己是很在意女生 車子的礼仪 我非常在意女生 下车或是上车的时候 开门的那个礼仪 你希望她们要 有些女生下车的时候 开门会直接 不会管旁边有没有来车 或不会管你停完车的时候 旁边可能没有路障或电线杆 她就是要下车咯 就撞一下 车门就撞到了 每次那一撞那个心 就会 撞一下 然后上下很多次跟她讲也不停 像这样的女生 我就会觉得 我就会觉得超娃娃这样 扣分啦 然后还有一种女生是 对那种餐厅服务生很不礼貌 像有一次我们去试麻辣锅 然后麻辣锅不是 她们都会叫你穿那种 你丑的肚兜吗 就围裙 怕你被喷到 她们服务到你贴心 然后那女生就想要拍王美照 她就死不穿那个肚兜 叫她穿都不穿 然后我们在加那个鸭血 在加锅底的时候 加进去那种不痛不痛不痛 就几滴碰到她的衣服那种 白色洋装 服务生是很有礼貌 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通常我们都会 算了算了算了 而且还是她自己没穿肚兜 就她直接对那个服务生 大生气是那种 超凶的那种站起来是 我当时就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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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丢脸的 想说你怎么会吼服务生 就觉得你好没有家教 然后你这样子 平常再怎么震 再怎么漂亮 对我来说都完全很解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 快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收看最新影片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给我们更多意见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喔